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美國星島中文電台的聽眾朋友 你們好 外如飛 又來到時事觀察的時間 今集為大家介紹中國內援香港的高級別專家 梁萬年教授 一個接近兩小時的訪問 這只是開放給少數記者的採訪 有不同版本的文字稿 我覺得以香港《紫荊》那篇6500字的採訪 我認為內容最重要和紮實 也最深入觸及到一些關鍵值得注意的問題 尤其是香港問題 今集我會以這個版本為主 長期以來任何專家 或內地重要官方人物的講話 都會被各種媒體和字媒體曲解 總不知和原意很有出入 所以今集我會讀《原文》做節目 至於我的理解準不準確 我負原文的連結 大家看回原文 自然做到判斷 時間關係 我立即開講 開講前 我們先做一些熱身 是思想上的熱身 專家梁萬年是一種有細節的立體思維 即是他宏觀到大環境的立體性 同時又對細節明察秋毫 總而言之 他知道真實世界是如何運作的 凡是聰明人都有這個特點的 好,以下我用維蜂強檢作例子 香港維蜂強檢不是在馬路欄一條不准進入的紙條 就可以做檢測 按我一位長期參與維蜂強檢工作的 做指揮級別的朋友他的信息 每次維蜂強檢至少要準備十件事 我很快地數出來 第一,就是找可以進行強檢的場地 第二,採購採養物資 第三,是準備倉存 第四,是準備數碼系統 第五,是設定交收程序 第六,是工作人員配備和到位 第七,是電子器材設定 即搞定的電腦系統 第八,是與內地檢測單位對接 第九,是準備預約安排 第十,是準備確診者善後工作 這十件事就是真實世界的具體運作 好,一個真實世界運作的例子 我用它來做熱身 大家要知道做事情有這個複雜性 真實世界不是兒童卡通片 以下可以開始聽聽我說 梁萬年教授那篇訪問的重點 我有什麼體會? 聽兩朋友,2月28日 國家衛健委極高級別的專家組組長 梁萬年教授也去了香港 他馬不停蹄做了三天半的考察和多方接觸後 在3月4日接受了小梁媒體訪問 我有五個重點和大家分享 第一,梁萬年教授對我來說 是親身示範高級專家的科學態度是什麼一回事? 當梁問到對香港的情況怎麼判斷會提出什麼建議 他說現在沒辦法回答會提出什麼建議 請注意,3人 即使已經見了之前被他組到香港的那些內地專家 他仍然認為沒辦法回答記者的問題 這一點有人可以視為是他有禮貌和謙信 但我有我的看法 當前在不少香港人不滿抗疫的情況下 都可以理解的 一見到有改善的地方 有人會說,因為內地專家指導 香港負責抗疫的人才懂得做 我不排除個別細節有這個可能性 作為中國香港人 我固然很感恩有國家隊支持 這是香港人背靠祖國的福氣 不過,重症專家來了之後 那幾天的死亡率並不是立即拉低 請注意,我絕對不是指內援專家沒用 沒這個意思 我只是想指出,真實世界不是兒童卡通片 香港當前的困境,不是內地專家一來 什麼都接管,再三爬兩撥 就一夜之間全部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疫情爆發和回落有它的週期 全民配合,安靜地穩住高峰期過去 是當前的客觀現實 梁萬年教授整個訪問的發現 反映他很公道、務實、專業、意見有可行性 令我見識到高水平國家級幹財的風範,非常佩服 以下說第二點體會,我覺得很重要 當未問到最重要的抗疫工作是什麼時候 大家看回原文就知道 梁萬年教授肯定香港政府一系列積極的措施 對控制疫情有用之下 提出當務之急是努力減少感染、減少發病、減少重症 特別是努力減少死亡 而這個努力的方向,具體做起來 就是集中注意重點人群、重點區域、重點機構 對應當前的情況,這些重點關注就是包括 安老院、殘疾人院舍、兒童院等等 因為他已經做過交流 他就說,在當前800多宗死亡病例的資料分析反映 94%是60歲以上的老人 當中80歲以上的死者都住在安老院 死亡的老年人,當中接種疫苗的比例偏低 於是不管是養老院還是家居的老人,要有針對性的考慮 聽了朋友,因此3月4日,聶德權已經表示 未來兩個星期會有外展隊去安老院為長者接種疫苗 我知道在這方面有些落實上不到位的地方 不過其實凡是搞個大型行動的人都知道 大型行動涉及到不同部門、不同單位 而且涉及的人數比較多 如果個別個案做得不到點、不到位 其實幾乎是意料之中的 看當前的抗疫工作、看個別情況之餘 其實我們要學習在大方向 作為普通市民,我都想大家不要自亂情緒、自亂陣腳 對大局對自己也不好 關於老人死亡,我還想提多一點 大家留意,就是引錄梁萬年對老人死亡情況的說話 不少轉述都少了兩句 就是梁萬年教授說,香港的衛生條件好 人均壽命偏高,令80歲以上的老人很多 而他們通常有兩種、三種甚至是更多的基礎性疾病 而這就是診斷後,醫生會感覺病症也不太重 甚至可能比較輕,但會忽然轉去重症的原因 梁萬年的意思是因為感染觸發老人本身基礎性疾病的發作 這就是內援重症專家來到香港之後 死亡率仍然很高的原因 簡而言之,香港人口老化而長壽 沒有接種疫苗同時有長期基礎性疾病 多種因素疊加起來就是令老人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我特別補充這一點,是因為我看到不少報章 都只是強調梁萬年教授提示接種疫苗是重中之重 沒有引述梁萬年特別指出長壽加基礎性疾病 是增加死亡率的醫學判斷 我在竹本細讀看清楚它的講法 就會更明白,當前的工作是接種疫苗之外 是要令有基礎性疾病的定點人群、定點區域不要受感染 因此,為老人接種疫苗的同時 香港政府現在同步優先安排的是安老院員工要接種疫苗 而當前感染的員工太多,根本不夠人手開工 勞工及福利局就會引入內地願意閉環式工作2個月的醫護 作為市民,我們要這樣全面地理解梁萬年的講話 以及從而做的加強應對措施 即是說,整件事不只是長者要儘快接種疫苗這麼簡單 是要全面考慮,尤其是照顧他們的員工和環境都要考慮 所以,不要受一小時半小時疫苗接種不到位的信息影響 就推翻了老人層面的保護在多方進行中的努力 好,進入第三點 第三點是綜合整體而言 專家梁萬年肯定香港的抗疫優勢 包括肯定香港人的衛生素質和香港的醫療系統 她表示,見到特區政府令局面可控的努力 這點與輿論場起控、炒作、接管、架空等完全不同 關於這點,請一定要看原文 不要曲解,說是客套話 梁萬年教授是在肯定香港的醫療系統和專家的經驗下 務實地初步提出一些可行的即時意見 例如集中在老人和重症兩方面用力 老人方面上面的點已經說了 重症方面,他們提出了武漢的四集中方法 就是對重症和危重病人 用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病人、集中收治 用四集中的方法去處理 此外,醫院也要強化分診,將急症和住院分開,防止院內感染 聽到朋友,日後有了緩建的社區隔離措施 有了方艙醫院和重症醫院 病人就有空間分流和重新佈置,即安排去不同地方 而之前你想到都沒有空間調動 因為病人已經多到要安置醫院的帳篷區 林鄭勒手說過,她在2月初已經向中央寫報告 現在香港是急增的人數,是在數量上令醫療系統崩潰 於是中央就精準地用緩建來解決問題 你們不夠醫院和床位就立刻起,你們不夠物資就定點補充 中央整個思路就是,點的困難解決了,線和面就可以運作 也等整個香港政府的主體性可以繼續運作 請留意,令香港主體性可以運作是中央思路 是中央幫扶的總方向之一 所以不是什麼駕空或者接管那類觀念 好了,第四點了 第四點是想說一下梁萬年口中的系統工程 梁萬年教授來了三天半 她從未停止過與香港政府相關部門 以及香港醫療體系中的專家 和大學醫學院等單位開會 大家要明白,投入抗疫的醫生和專家 未必是最喜歡上鏡接受採訪和說話的那幾位 又訪問反映,專家梁萬年未來會根據香港的情況再提出一些建議 她說那些建議會與港方專家共同研究後 再綜合研判出適合香港的提案 再由港府做總體的決策和執行 看完文就清楚知道,沒有一段或者半句反映 內地支援是來取代港府、替代港府 持取代港府這說法是我方輿論場炒作的低級思維 炒作的人根本體會不到中央極高級那種幹練的專家 他們的眼界和水平 請特別注意,梁萬年宏觀而且深刻的用詞 她說抗疫是系統工程,是一場需要廣泛動員的人民戰爭 她清楚表達,抗疫是整個社會的事 聽說朋友,系統工程啊,全民的事啊 這些說法,近次我在時事集結號的圖和講解 有一個政府和社會是立體的 沒有全面的凝聚力,系統工程、全民積極性是調動不起來的 一切不是國家空降級的專家就可以解決 一切要落在香港這個環境、這個系統、尤其是人民的素質去解決 所以,專家梁萬年肯定香港的林鄭政府怎麼可能是虛話呢? 如果是虛話,就不存在梁萬年那種落回香港醫療體系 是人才機制去解決問題的做法 很明顯的,你再看看梁萬年對全民檢測的看法 處處都是反映她看到複雜性,不是漠視複雜性 她並且判斷全民檢測不是現在需要優先去做的事 她和香港政府完全明白要疫情回落才有條件做 不過,香港很慘,輿論場不斷去問,不斷做時評,不斷加壓 你不回答就是不回應 回答了,日後按實際情況調整就是朝令夕改 你認為作為代表國家,接待世衛代表團級數的梁萬年教授 以及她背後所屬的中央高層 會不知道這個現實上的困境嗎? 大家自己可以想想,大家好好感受一下 她把抗疫視為系統工程這個定位 第五點,最後的了,都是說專家梁萬年反映的態度 梁萬年在落回香港主體系統去提供支援之外 她還說,請聽清楚,香港的抗疫工作不只是一個專業問題 還有法律、社會、人民、一些習慣等等的情況 這就是梁萬年的水準和高度 很簡單,有些事在內地可以做 但香港基於私隱條例就有法律層面的阻礙 她的講話反映,她明白一切有水土問題 要在香港系統內去開展工作 持有這種態度不是因為什麼中港紅溝 這種說法的眼界太低了 梁萬年對香港的信心來得很實在 她說,香港經歷了沙士、禽流感等流行病 其實她說,早年她在衛生部做應急辦主任時 內地衛生應急系統的管理幹部 包括她和技術人員都曾經去香港接受培訓 而那個部門每年都會送人去香港做培訓 學習香港經驗 她最後說,尤其是來了三天之後 她感受到部門之間的合作很緊密 她認為香港一定能戰勝疫情 好了,今天先講到這裡 最後做三點總結 第一點,香港全面低質素的意識風氣傷了根本 都挺慘的,我短期看不到出路 用大家的字眼,即是 你是反林鄭還是小馬大幫忙的撐林鄭 我不分這些了 總之是香港的議事方法出了問題 我方,即不是反對派的就是我方 全面用人工的方式去培養時評人這個方向 拖低了整個議事空間的水平 現在口齒伶俐,加一個濾鏡 就可以做網絡的時評人 這個方向,令香港的施政陷入了泥沼狀態 究竟一個這樣的亂象 哪些人,哪些單位和部門要負責?很值得深思 第二點,是中央根據港情 落回香港現實系統去支援香港 並不是我方輿論場煽動的什麼駕空取代和越早代跑 第三點,梁萬年教授沒有糾纏在動態精靈和與病毒共存 這些很浮的議題裡 他還對很急地想做全民檢測,保持保留的態度 如果他代表中央高級別層面的人的看法 就反映他的講話內容和當前我方輿論場炒作的觀點有很大出入 究竟是他對還是炒作的對呢? 聽見朋友,最後講一句 香港當前面對的是一場百年一遇的大疫情 或者我們要在這個定位下面一起同心抗疫 好了,今集的時事觀察先講到這裡 我是魚飛,拜拜!